这么简单 但我没说 梅艳王魂 三姑合伙做起了帮王魂 完成心愿的买卖 这个买卖虽然刺激 但实际上根本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甲道石 每个月都为自己的房贷发愁 一天一个大单 朝甲道石夹了过来 本日有名的美女开发商 砍中了一块地 却拿地块上的凶宅 没办法 虽然这个业务不是自己主营的 可是看着信用卡跟房贷 甲道石毅然决然 带上了自己新招的 二甲助手跟三姑 来到凶宅开工 凶宅一夜游后 甲道石发现 这所凶宅不仅住着各社各样 一大群小鬼 还住着一只女厉鬼 女厉鬼死于一场车祸中 她一直不投胎的原因 其实是想照顾自己还在人间的女儿 窒息凶宅的情况后 美女开发商改变了主意 她决定利用这栋凶宅 开发捉鬼体验馆 并开出高架 吸引甲道石合作 想想这些夜里 与凶宅的鬼建立的感情 再想想凶宅四楼的 那对阴阳两格的母女 虽然自己还欠一屁股房大 小道石还是拒绝了美女开发商 并愤然离去 面对巨大的商机 美女开发商哪会轻易放手 于是她又花钱 请了一位冰狼道石出山 这位冰狼道石 虽然看上去 疯疯癫癫癫的 没啥实料 但实话说得好 壮士一出手 贬吃有没有 道石随便施展个技法 就把众人惊得不要不要的 这天夜里 冰狼道石带着各种捉鬼工具 来到凶宅 为了美女开发商的 捉鬼商业项目 她必须找到女厉鬼 并尽快收服她 一个从凶宅中 侥幸逃出的鬼魂 找到假道石 请求她的帮助 原本在午夜 就十分热闹的凶宅 因为两个道石的加入 更嫌热闹 或许是觉得孩子被吵到 女厉鬼直接从四楼下来找他们 看到女厉鬼 主动送上门来 冰狼道石 赶紧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张符 贴到了女厉鬼的脑门上 却不料反被她咬了一口 在被冰狼道石贴过符之后 女鬼失去理智 见人就杀 此时 人类已经不再是厉鬼的对手 唯有美艳的三姑 能够勉强提讨一阵 虽然三姑做过的年纪 比女鬼要大很多 但到底 煞气没女鬼众 很快就落于下风 好在此时 一只大星星 从天而降 用口气压制了女鬼 女鬼也因此战败 听着孩子的哭声 女厉鬼虽无气力 但却迟迟不愿意离开人间 直到贾道石承诺 会照顾好孩子后 女厉鬼才终于放心离去 贾道石没有食言 她把小女孩送进了福利院 希望她从此 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而拿着一箱钱 准备跑路的冰狼道士 却被一路飙车 赶来查看捉鬼情况的 二傻助手撞死 人鬼交易所 是一个帮助鬼魂 完成心愿的地方 老板贾道石 虽然向生活做了妥协 但他却从不昧着良心做事 相比起来 冰狼道士虽技高一筹 但却为了利益 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最终落了个凄惨的下场 其实 不管你是否相信鬼的存在 都应该多行善事 多积德 时常摸摸自己的那颗良心 同时 冰狼道士的下场也告诉我们 电影还会有下一步 以上就是这期老豹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豹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